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立一 立一呢,假设这个函数 f of x呢,它是等于 2x3次-9x平方 加12x加3 那这个题目呢,叫我们求f的 递增区间还有递减区间 那现在没有这个函数的图形 这不是一个基本函数 它是一个三次的多项式 那因此呢,我们要使用刚才那个定理 下去找它的递增 递减区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做法 首先呢,我们先把函数呢,微分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f' of x 我们把它微分以后呢 这个2x3次微分变6x平方 接下来呢,这个-9x平方 微分以后变-18x 那这个12x微分变12 30常数微分变0 那这里是打字的关系 这就是f' of x 那这个微分好的这个函数 它如果大于0 我们就知道它在那边是上升 小于0就在那边下降 但是呢,这个微分这个式子 这个2x4我们很难看出来 它在那边到底是上升或下降 因此呢,我们要把它做什么 分解 因式分解 首先呢,我们先把6提出来 那么第一项6提出来之后呢 剩下x平方 第二项呢,-18提6变成-3 这个12提6出来呢,变成2 那提出来之后呢 这个2x4呢,它刚好可以因式分解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2x4呢 把它因式分解一下 那么,把x平方拆成xx 另外呢,因为中间是-3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个2呢 拆成这个-1-2 拆成-1-2 这样子呢,把它交叉相乘之后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我们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 x-1 再乘上这个x-2 那所以呢,这个f'of x呢 它就等于呢 6倍的 这个f'6倍的x-1 再乘上这个x-2 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页 刚才呢,我们说 这个导函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因式分解呢 因为因式分解以后 它变成一个1次式 我们比较容易讨论x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呢 这个导函数 它是正的或者是负的 那我们从这个式子呢 可以看出来 这个导函数它的正负 是由这个x-1跟x-2 这两个因式的正负来决定的 那我们花一条束线 假设这是x轴 那这个位置是1 接下来呢 这里呢 是2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1跟2这两点 把整个x轴呢 分割成三个部分 首先呢 我们先来讨论左边这个部分 就是x呢 如果小于1的话 那么意思就是 这个左边这一段 那么x-1呢 它就小于0 对于任意的x 如果小于1的话 那么x-1它就小于0 那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呢 这个x-2呢 它也是小于0的 假设这个x是在这里 x-2也是小于0的 那所以呢 这个f'x呢 它就大于0 这个f'x呢 它是由这一个因式 还有这一个因式 乘起来 那负负得正 所以它就f'x 它就大于0 因此呢 我们可以从刚才那个定理 知道说呢 这个f'原函数 它在这个负无限大到1 这个区间上面呢 它就递增 它就递增 那从这个负无限大到1 这个范围里面呢 它就递增 也就是说 它的函数图形 在这个部分呢 是上升的 那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呢 如果这个x呢 是介于1跟2之间 那1跟2之间呢 就是这一段 那我们现在就假设说呢 x在这里好了 那如果x呢 介于1跟2之间 那x-1呢 就大于0 那x-2呢 是小于0的 x比这个1要大 那所以x-1呢 大于0 那另外呢 x小于2 所以x-2呢 它小于0 小于0 那因此呢 f'x呢 它就小于0 因为x-1呢 是正的 那这个x-2呢 是负的 x-2是负的 小于0 那正的乘负的呢 那这个f'x呢 它就小于0 那因此呢 这个 由定理1呢 我们就知道呢 f呢 它的递减区间 就是中间这一段 从1到2 从1到2之间的这一段 那第三种情形呢 就是呢 如果x大于2的话 表现在这个图形上面 就是这边这一段 这x大于2 那如果x大于2的话呢 x-1也大于0 那另外呢 x-2也是大于0 所以呢 f'x呢 它也是大于0的 我们现在假设说呢 这个x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那x呢 它大于这个1 那另外呢 x也大于2 所以它们相减后呢 它都是正的 正的乘正的呢 这个导数是大于0的 那因此呢 我们从定理1呢 可以知道说呢 这个函数呢 它的递增区间 另外一个递增区间 就是从2呢 到这个无限大 由这个2这里呢 到无限大这整段 它在这个函数图形 在这边都是递增的 也就是上升 好 那这样子讨论呢 比较 繁琐 后来呢 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我们拿到这个题目之后呢 把原函数呢 下去进行微分 那这个原函数 微分之后呢 得到这个f'x 它就是6x平方 减18x加12 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因时分解 那么因时分解之后呢 这个f'x呢 它是得到这个6乘上括号 s-1 s-2 那这个f'x呢 它的正负是由 这两个因时下去决定的 就是看这两个 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 它们乘在一起的情况 那因此呢 我们就先画一条竖线 画一条竖线x 那首先呢 先把这个f'x 等于0的点 先把它找出来 首先x等于1的时候 它是0 接下来x等于2的时候呢 这个f'x呢 是0 那除了这两点呢 它是0以外 整个竖线上其他的点呢 要不然就让它大于0 要不然就让它小于0 因此呢 我们假设x呢 小于1 如果x小于1的话呢 那么 这个s-1负的 s-2也是负的 负负呢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个f'x呢 它是大于0的 接下来呢 大于0它就递增了 我们可以从定理得知 所以f它在这个 负无限大到1 这个区间上面呢 就是递增的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 这个x呢 它介于这个1跟2之间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 它这个s-1呢 是正的 但是s-2呢 仍然是负的 那正的乘负的呢 我们知道它的导函数 就小于0 那导函数小于0 由定理推的f呢 它在这个区间上面 就是递减的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递减区间 写下来的 就是1到2 那第三种情形呢 就是s呢 先跑到2的右边了 s现在比2还要更大 那因此呢 s-1是正的 s-2呢 也是正的 那它比2要大 所以它们这两个 乘起来之后呢 是正的 那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呢 它在这个区间上面呢 又递增 那这个递增区间呢 它就是2到无限大 就是2到无限大 那因此呢 这一题呢 它叫我们求递增递减区间 那同学在写答案的时候呢 要写这样子 就递增递减区间 这区间的格式 是以这种 很像坐标的形态